讓我們歡迎節目主持人 幫幫幫 曲乃琳 歡迎收看 綜藝萬花團 Oh yeah 歡迎 歡迎你們 蘇冠華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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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來參加我們中國萬花團 第一次 對不對 不過平常也很少 這個跟弟弟一塊 來參加我們的節目 他根本不肯跟他弟弟上 一起投他一起投他 他根本不肯跟他弟弟上 跟他奶奶小心眼睛 根本就沒有不合 因為我跟他年紀有一段差距 對 差六歲怎麼打架 你大他六歲啊 真的啊 看不出來 哇 那怎麼會那麼保養呢 還是弟弟比較操勞的 對不起 你是不是從小家裡面虐待你 對哥哥比較照顧 沒有 我常喝牛奶 所以我臉就比較拋一點 是拋還是胖 媽媽最喜歡誰呢 我媽媽 我媽媽其實 會比較喜歡我 其實也還好啦 但是都是一樣 長子嘛 誰在戲演得最好呢 他 他 誰在歌唱得最好呢 他 他 做弟弟的一定要 對不對 誰在女朋友最多呢 他 我 真的真的 這個為什麼你會知道意不意不 這個時候當然不要 不過今天是教師節 如果三位 你會用這個 用一個什麼 替老師取一個外號 你覺得老師像什麼 在念書的時候 我覺得老師像 像個香腸 香腸 你會聽你灌東西啊 你比較像香腸 老師是那個灌腸人 好像甜鴨字 對 比較辛苦一點 那 把我現在的感覺的話 應該是 像糾察隊一樣 修正你走正確的方向 對 不錯 我的想法就比較偉大一點 老師像雕刻家 我就是一塊玉 對不對 讓它雕 你是藝嗎 不像嗎 至少不是朽木就好 接下來讓大家稍微輕鬆一下 看看我們的 街頭笑笑秀 好不好 來 這個人呢 他說自認是巨星劉德華 希望說幫人家簽名 要簽在別人這個書包上 或者是衣服上 看人家願不願意 人家看了都嚇死了 人家就是不肯 你簽一下 好啦 我沒有東西讓你簽 我也要 我也要 快點 我不能簽衣服 真的長得是有點像 你讓他爽一下也好 你讓他爽一下 不要讓他簽 對啊 這個很有同情心啊 說人家都不要讓他簽就他 先生 先生等一下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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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猜猜猜他會有什麼東西 讓他簽名呢 是衣服 還是紙張呢 你可能看路上有一個人自己突發奇想 以為自己是巨星劉德華 硬要簽名在人家身上 剛剛這個情形他會怎麼做 他會給他簽嗎 還是不簽 這有四種狀況 簽在紙袋上 簽在皮夾上 簽在衣服上 簽在手臂上 選四吧 應該是二 我覺得他提那個籃子 一定給他 給他那個紙袋 簽在紙袋上 好 那我們問一下觀眾 有沒有人選簽在衣服上 那個女生好了 也是那個嗎 簽在紙袋上了請舉手 黃衣服嗎 簽在皮夾上 就那個舉最久的那個嘛 那個那個那個 就你還看邊 戴眼鏡 戴眼鏡 簽在手臂上 好 舉兩隻手這個人好了 好 我們看看正確他的反應會是怎麼樣呢 請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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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大名 富如靈 富如靈 很有福氣 要不要人家幫你抓 好 好 發財了 同學要不要給他一點建議 大家看一下 好 好 60 65 65 65 你聽我的 我不能每次幫忙 那製作人叫我下去就不要來了 多少 65 好 我不會給他機會了 好像不止 好像不止 你看他眼睛都快點摸起來了 不要跑 一個 66 66 走 恭喜 恭喜 恭喜你 恭喜你 恭喜 恭喜 我們看到我們的街頭笑笑秀呢 我們也特別選了一位幸運的觀眾 我們也希望看到的觀眾朋友呢 趕快這個通知他 好不好 金某偶爾通知他 儘快跟我們節目當中聯絡 我們就有大件事送給他 有很多車 一把就拉 還有其他的禮物 你看 這位幸運觀眾究竟是誰呢 對 三位的方向感不知道好不好 很差 很差 我方向感很差 我的方向感就非常好 而且我自己很喜歡那個自助旅行 這很重要 對 所以我常常就是 到任何國家 不管是我熟悉或不熟悉的話 我絕對不會迷路 有其胸必有其弟 對 那我的方向感也是很好 不過在國內來講 這個旅遊勝利 鵝卵比 大家去過吧 去去去去 去過 可是這個地名的由來是怎麼來的嗎 鵝卵比 鵝卵比 不曉得 看看我們的提示好不好 好 各說各話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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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我 我就是 GOLDEN FLOWERS 謝謝 今天來到這邊 要跟大家討論一個 質疑 那是一個什麼樣子的質疑 OK Don't push me I tell you 那就是呢 很多的朋友呢 都曾經去過台灣的最South的地方 就是最南邊的地方 就是鵝卵比 那常常去那邊 對 但是從來沒有想過 鵝卵比這個名字究竟是什麼時候 會 又是怎麼來的呢 OK I tell you 就是在這個清朝的乾隆年間的時候呢 那個時候呢 有一個old man 就是老人 他的名字呢 叫做成天水 OK 那麼這個成天水呢 他就養了一隻鵝 那這個鵝 哦 鵝的English呢 就是 鵝 這個鵝 他非常的通人心 然後又很可愛 脖子上面就寄了一串的鈴鐺 結果呢 後來沒有想到 有一天呢 這個old man呢 不幸掉到那個sea裡面 就是掉到海裡面 就帶了 就死了 那這個鵝呢 就非常的傷心 so sad 所以呢 他就跟著一塊眼 跳到了sea裡面 接著他也就蛋了 所以呢 他沒有想到過了不多久呢 既然大家發現了 在這個big sea裡面 就是大海裡面呢 居然會出了一塊big stone 就是大石頭 而且呢這個big stone 用這個形狀很像那隻耳 是的 後來呢 他就覺得彼此命名 就叫做鵝鵝鼻了 OK 走到這邊呢 哦 你好 電話響了 我接個電話 Hello Jacky啊 你最近要拍戲了嗎 哦 你還在扮女裝啊 哦 你真的是太辛苦了 是的 too hard 哦 你說你要拍文藝愛情戲 你要找我演女主角嗎 哦 可是哦 你要知道我是非常的glied 就是很高興 可是呢 我還是要拒絕你的 嗯 原因 原因我想還是不要講好了 是的 非常謝謝你找我演戲啊 Thank you 拜拜 誰要跟他演戲啊 是不是 就是萬一拍接吻的戲 我怎麼確定我聽到她是她的嘴還是她的鼻子呢 太激活 嘿嘿 你開往何處 嘿嘿 你開往何處 殺豬八毛 反共康 大家好 我就是計程車司機 我就找老李了 沒事 開開計程車 好口飯吃 前面有客人呢 我 受不了你對我的苦 大家好 我就是謝肚子最有經驗的謝金燕 老伯 麻煩你我要到南京東路 南京 南京 你當年了 哪一隻大吞 老伯快前面 前面南京東路 我南京東路 對啊 好 南京東路 然後那個麻煩 我會要到那個國戶紀念館 老伯 沒問題 老伯 出串 開車了 不要放下盤啊 你講得不這麼快 啊 不好意思 最後那個我要到那個鵝卵筆 鵝卵筆 鵝卵筆在屏東 小姐 你開我玩笑 我們老年人呢 屁股不賴就座 你到屏東 你怎麼這樣子搞的 老公 國戶紀念館 旁邊的鵝卵筆西餐廳 你講 好 好 講到鵝卵筆西餐廳 是不是 那你知道鵝卵筆是怎麼來的 不知道 鵝卵筆這個地名 不知道沒關係 我告訴你啊 這個鵝卵筆是這樣子 當年這個屏東 有一個鵝卵 鵝卵 鵝卵裡面有個豪具 很煙石 煙石長得就好像這個飯船的飯一樣 這個飯船的飯呢 在散地話裡面就叫做鵝卵 它這個音是這樣子念 就直接翻過來 鵝卵鵝了 鵝卵 當地的D型呢 又好像一個大B子 所以就叫鵝卵筆 這麼簡單了啊 好來 小小小姑娘 你這個歌唱得很好聽高高 謝謝 那個不叫我唱 可以啊 可以啊 受不了你對我的哭 還有動作啊 這樣子 這樣子 受不了你對我的哭啊 大家好 各位觀眾朋友全面對我的心中 最親愛的大利皇爺 我的名字叫做炒虎記 好 現在請大家再切一切 叫我一聲 炒虎記 好 謝謝大家 好 今天呢 我招呼記又要來這邊 跟大家討論一個什麼問題 那就是我要告訴大家 那個鵝卵筆有沒有 很多的朋友呢 都去過那鵝卵筆去玩 可是呢 你有沒有想到那鵝卵筆 三個字是怎麼來的呢 好 我來告訴你 如果呢你要去問那 其他高級官員的話 那恐怕捷運 你知道就是通車吧 好嘞 這個鵝卵筆的由來呢 就是在一本書中 這個台灣地理之中 這本書中呢 提到這個屏東呢 有一個地方 這個香蕉灣 香蕉灣中 有一個巨石 就是巨大的石頭 長得形狀很像鵝卵 就是那個鵝蛋 然後呢 那又因為這個鵝卵 鵝卵 那大家想說鵝卵不好聽啊 然後就想了 就想到這個巨石呢 形狀很像一個鼻子 然後呢 就想到鵝卵筆 鵝卵筆 最後呢 就有這個鵝卵筆三個字的由來 就是這麼簡單好不好 好嘞 在這邊呢 我有想到一個問題啊 非常嚴重的問題 但是呢 跟剛剛的問題完全不相干 那就是呢 這個捷運在試車嘛 然後呢 捷運前一陣子 大家也知道它變成火車 就是呢 突然冒火啦 騎火啦 騎火燃燒啦 那大家嚇人要跳 但是呢 現在大家又很害怕起來了 因為在捷運的試車的時候呢 沿途呢 都會冒出到火花 然後大家就很害怕 那以後呢 但是呢 長紅劇 請大家不要擔心 為什麼呢 因為呢 要迎接了光會的十月到來嘛 那十月的時候 大家都會爬去呢 看到煙火 看火花 亮晶晶的很漂亮 但是呢 每次呢 遇到這個時候 總是會在那些什麼水庫啊 然後十號水門那邊 哎呦 集滿的人對不對 大家根本看不到嘛 所以呢 政府呢 就想出一個很好的風華 就是在捷運 在試車的時候 就在泡泡泡 試車的時候 就泡泡泡 那所有的朋友都看到了吧 所以我建議啊 這個以後 可以在過年過節的時候 那個捷運的車子後面啊 最好再放在那一長串的鞭炮 那啪哩巴拉啪哩巴拉 沿途翔的 所以呢 我超呼吸呢 就是永遠都給朋友最好的建議 永遠呢 都是朋友心目中最好的朋友 所以呢 請大家一定要支持我啊 不要忘記 我已經底下嫌疾了 一定要支持我超呼吸 好 最後呢 再請大家聽 親愛的叫我一聲 啊 終於了 謝謝大家啊 楊宗憲 楊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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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名的由来是从3D化音译过来 再加上鼻子的形状 所以称之为鹅卵鼻 谢谢您的观看 鼻中山江湖有一个巨石 像帆船的帆 而且帆的土音那就叫鹅卵 而且它地形 你知道像鼻子叫鹅卵鼻 所以妥中华真的厉害 我们给这个妥中华欢呼一下 妥中华 妥中华 这边教授节我们也想请问一下 三位特别来宾 从小大的求求过程当中 你们发现一些比较觉得有趣的事情 我记得我在念小 不过那个不是有趣的事情 是比较满调皮的事情 满感性的事情 因为我记得我从国小 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 都是同一个导师 那记得那次我们要毕业的时候 那我就是谢诗燕 中午谢诗燕有老师有喝了一点酒 那我们都睡午觉嘛 结果呢老师一回来 就把我们全部叫起来 一个一个点名 从一号到五十几号 那一个一个到那个讲座上 那一个一个拥抱 然后后来拥抱完之后 老师就哭出来了 而且我她的名字我还记得 叫 丁文山丁老师 要不要跟丁老师讲几句话 在这里呢非常想念你 也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一 谢谢 那妥中华呢 那你知道我们东方人的那种 一般的那种教育的学生 老师在学生的心里面 那永远就是有一段距离的 而且就是老师应该要跟你讲什么 你就应该要听什么 或者做什么 但是我在念中学的时候呢 有一位老师让我就非常印象深刻 他就是我的历史老师 龚群老师 那我记得他那个时候 他给我的那个最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 他非常非常的尊重 尊重我 就是尊重所有的他的学生 我觉得他就把我们像一个朋友一样 像大人一样在尊重我们 他所有的事情就是当你犯错的时候 他不是一种责备你 他是跟你在沟通 让你感觉到你是跟他是同样的 而你有一个很强烈的被受尊重的那种 那尊重这种感觉是真的很踏实 而且是很实际的 而且我想这个老师能够尊重学生 对尤其老师每天要面对这么多的学生 能够注意到这么一点的小节 真的是非常的难得 土中康 我有一个什么被改造的经验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小时候很不爱念书 就是反正就是 出来就是不会就对了 可是呢 我那个老师对我很有耐心 他不管 反正他就跟我讲说 你跟其他考第一名的同学都是一样 所以我要你会的 你都要会 然后呢 我就被他逼了两年 然后他也教了很多 比如说那时候小学都是长头发 一到五年级他就说全班要踢平头 我想为什么啊 长头发不是很好看吗 他就跟我讲说这是团体生活 你们不能说什么个人要什么标新利益 他以前最讨厌我们标新利益那样 然后我又是这种个性人 然后被他改造两年以后呢 我觉得对我后来就是人格发展 以及我的成长有很大的改变 今天听这个三位特别来宾 对老师都非常的尊敬 也非常的怀念 我们应该特别请到三位当中 有一个人的老师来到现场 好不好 好 我们掌声欢迎这位老师出场 董忠康吗 对啊 老师好 曹勇茂老师 对 这就是改变我最大的老师 哦 改变你最大的老师 就是改造你那两年改造你 你会这样感觉吗 我会 好 董忠康 在学校成绩好不好 皮不皮 他从小就是一个非常天真可爱 走到哪里 他在三四年级的时候 他都有一点懂得男女这个好玩的地方 也就是说男女生啊会追来追去 另外在他的成绩来说 他哪儿啦 数学方面啊 他因为就是不从这方面来努力啊 所以他的数学成绩啊 还没有达到八十分以上 老师是我们四年国小的曹老师 也是董忠康的老师 对啊 董忠康还有两位的老师 我们也欢迎来好不好 老师好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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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杨威最欣赏的 老师那个时候杨真虽然在念书的时候乖不乖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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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皮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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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做最皮的事情是什么 我太喜欢读诗 不喜欢读书 印象是这样子 成绩看 半工半读 就是上了电视之后 跟以前在当学生的样子 完全不一样啊 活泼多了 活泼多了 以前比较闷一点 对闷一点 闷一点 看起来还是不不简单了 还是不简单 那时候看起来就有样子了 对 老师以杨舟献为荣 对对 我们接着要介绍这个拱群拱老师 就是刚刚 刚刚提到的 对对我们的历史 这么久还会记得老师的名字都不多 老师讲讲这个妥中华 在我这个二十多年的任教里边 我有这样一位学生 我感觉最大的安慰 也感觉最大的光柔 他能够在许多地 他有小学到他现在 他能记得我这个历史老师 我感觉非常值得骄傲的 真的不简单了 因为我教他的时间很短 尤其他在中正玉校的时候 每在路上看的我 他都对面马路跑过来 要和老师打个招呼 在公车上我没看到他也会过来 甚至于他在预校的时候 他没有时间回来 他和他母亲讲 他母亲还到学校看过我两次 这都是我深深地感动 难以忘怀的 我有这样一学生 我感觉最大的安慰 和最大的光柔 我感觉都这样专心重道 真的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不过今天这些老师们 也都带来在学校的一些纪念笔 跟成绩单 老师在学校这里带来一下 陀宗康 给大家念一下陀宗康的名字 小学五年级上学期是52名 你班上几个同学 你班上几个同学 到了下学期进步了48名 到六年级又进步了46名 到下学期毕业的时候 又进步了40名 节节高的被改造 那时候同学大部分都转学了 全班就40个 我看看 看看杨宗康的成绩单 一年级 一年级 一年级的时候了 公民71分 果文71分 数学60分 有一科不及格 英文47分 数量45分 色彩学79分 基本设计60分 应染60分 摄影73分 最好的是彩色学 最差的是英文 对 像是我们节目有外国人来 就找你啊 朵中华老师自己带来 朵中华的毕业记者是 就是他这个纪念区 在哪里啊 这个 大家看看美容其实是这样 真学的 而且老师也特别非常难得的 带来这个 朵中华在这个毕业公演的时候 一段VCR 我们来看看好不好 好 好 你好 慢 你母亲回来的时候 别跟她说我来过了 哦 哦对了 我是你父亲的一个老朋友 好 再见 我我这有现款 我开心见你了 你谢谢 我我我是 一个人犯了罪 就应该接受法律的制裁 你带她走 看着很高兴 看着哥哥以前的样子 觉得怎么样 这是民国七十年的 不过你们都还不错 你们学 你跟小刚都是学以致用 对 老师对不起 我说实在 今天老师来到节目当中 真的是非常谢谢你 我们知道老师的功德 十年数目 百年数人 我们也希望 老师不仅这个 收到我们这个 这个现场的特别来宾的 这个尊敬之外呢 也希望大家能够培育更多 我们国家的英才 好不好 老师辛苦了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